嘿,大家好,我叫Jesse 这一期呢,我们做一点特别的节目内容 来介绍一下我频道 我的频道呢,是2019年3月29日那一天开通的 开始上传了我的第一个视频 刚开始呢,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频道的内容的定向 所以呢,做的内容比较杂 而且呢,刚开始也不知道怎么样进行这个视频的编辑呀 比如说文件格式的转换呀 还有版权问题呀,像这些问题呢 刚开始都不是太清楚 所以呢,做的内容很杂 主要是想练手 然后,现在呢,基本上我的这个意向已经确定了 就是呢,关注中外新闻热点 但是呢,它不是简单的从中外新闻直接把它搬运到我的频道 而是呢,就是形成我自己的观点 也就是说,可能从几个视频当中 剪辑,组织,然后呢,再来重新制作 然后形成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因为新闻本身呢,它不是带有观点性的一个东西 它是很客观的 而我呢,是一个个人频道 所以我呢,有个人的立场 所以我呢,希望把这些 这个视频来支持我的一些思想 那么我个人本身 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一个立场 比如说,有没有什么反共倾向啊 有没有亲共啊 有没有什么港独啊,台独啊 像这些东西 其实我对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倾向 没有,也没有特别的亲共 所以呢,本身我自己就应该是比较客观的 但是呢,我个人是非常不喜欢川普 所以呢,我在我的视频当中呢 就是有关美国总统川普的一些新闻呢 我都是希望找一些 抨击他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最近我可能要做一些 他有关他弹劾的一些内容 但是实际上对他来说 弹劾是弹劾容易啊 是不容易的 那么在我的这个新闻里 在我的这个频道里头呢 新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大块内容 但是我希望经过这个二次制作 然后呢,把它重新进行编辑剪辑 然后把我个人的观点呢 去把它表现出来 但是呢,虽然我已经在尝试用这种方法 去制作我的视频 但是呢,最近也发现这个点击率啊 订阅率啊都不是太好 所以还是质量上 个人质量上有一些问题 但是我想是往这方面发展 至少就是英文的这些视频呢 我经过翻译 然后加上它的字幕啊 然后加上这个个人的观点啊 等等这些东西 要把它做的这个观点要更鲜明一些 所以今天呢,我就出一期视频 相当于今天是一个转折点 然后呢,把我的这个视频 把我的这个频道 这个方向在做什么 可以呢,就是确定下来 然后更好的往这方面去努力吧 然后至少呢,是加字幕 至少是在新闻里头加字幕 和加个人的声音 对于很多很快速的东西 比如说它有枪击案啊 比如说有大火呀 实际上我做了一集视频 是关于纽约 今年八月份 它出现了很多的这个 不太正常的一些现象 比如说停电 然后是大水 地铁大水 然后还有呢 闪电大雷雨 暴风雨 那这些东西呢 我把它实际上是从几个 这个新闻频道里头播报的 和几天以来 它播报的一些新闻 我把它组织在了一起 所以这些东西呢 实际上就是很快的东西 实际上我就没有什么特多的 比如说加字幕啊 或者说是翻译啊 这些东西就不多了 所以就是直接看 有些枪击案也是直接看 所以在我的频道里呢 主要是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个呢是新闻 有关新闻的东西是比较快 然后比较快速的去报道 包括中国的一些新闻 也是快速的报道 但是呢制作的 可能就要相关的内容 就要少一些 再有呢就是 有一些那个类似带有 个人评论的东西 所以就是加翻译啊 加制作啊 这些东西要比较多一点 所以呢 我还在考虑就是 是否还有什么新的形式 比如说我发现 就是很多的这个 也是新的YouTuber吧 就是做主播的 都是出镜 都是用一种 这种出镜的方式来解说 所以呢我也在考虑 可能也用这种方式 会相对来讲比较好一些 那么各种改进方法 还在考虑当中 所以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各位的收看 那我们继续努力吧 再见 sollte来看看 就是给卖预 dose个儿的 不 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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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